歡迎收看愛車賓團,我是曉鳳 那看著我戴著口罩在展館裡面 那猜都不能猜,我肯定是在今年的廣州車展了 我覺得今年的廣州車展舉辦還是比較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已經前段時間 因為疫情的原因,全國各地都在封控 那廣州還能夠排除一切的困難 爭取在年末舉辦,我覺得還是滿了不起的 其實今年的車展會有一個比較深的感動 就是能夠看到在展館裡面,每個人都是很努力的 比如說有演員還在抓緊時間在排練 工作人員還在抓緊時間在搭建這個展台 那過去三年我們看到因為疫情的原因 確實給其行業蒙上了許多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原材料這一塊 比如說礦石、石油、鋼材等等 都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那這三年時間其實你能夠看到 中國市場在全面擁抱電氣化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中國品牌的新技術都在進一步的沉澱 由此通過今年的廣州車展 我們可以透過年末每家車企頭髮新車的產品來看 可以預估到明年的七二市場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比如說每個級別當中的混動產品的一個 頭髮的速度或者說一個技術的一個顯現 還有合資品牌所堅持的內洋機的一個市場 以及在更高定位的很多的高性能的品牌 都會引進屬於自家產品的高性能車 還有每一個市場市場都有很多很精彩的產品 所以今天正處於29號也就是媒體日前一天 那麼我們也抓緊時間來探訪 帶了大家去看一下那今年的廣州車場 究竟有哪些車是值得我們去提前探訪的 我們走吧 那今天正處於29號就是媒體日前一天 我們過來探訪的很多品牌的展台 車子都是被蓋著的 因此很多車型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揭秘 但沒關係我找到一台還挺有代表現在車屎 就是在那裡我們去看一下 看到那裡沒有 賣巴赫 哇這個配色真的還是蠻上頭的 那這種雙拼的配色再加上這種有金色的點綴 確實看來挺像賣巴赫 但實際上它並不是 而是一個主打一個MPV的車型 你覺得這個車型你喜歡嗎 好那剛剛只是開個小玩笑 那身旁的這台才是咱們整體需要去開的車型 那截圖的大勝這款其實並不是一個常規的版本 它是一個新增的一個混沌版本 它有一個命名方式叫做IDM這個名字 聽起來好像有點熟悉 但沒關係 其實只要知道它是一個新推出的新能源的版本 那其實這台車在整個外觀層面 我覺得還是蠻漂亮 特別是前臉這個格山的設計 其實這個設計還是蠻有學問的 它是採用了灰塵建築的一個理念的碼頭牆 特別是這個前面的格山 好像一塊磚頭一樣子 一道一道的鋪在上面 我覺得還是蠻漂亮的 而且這種分體式的大人設計也是現今很多的新能源車型 都在用的一個慣用的設計手法 所以說在整個外觀的一個辨識度 確實能夠感知到它就是一個新能源車型 而且在整體的車身尺寸這一塊 它其實是一個定位在一個非常標準的緊湊級 SUV 比如說它的車長是4米5 軸距是2720毫米 因此 軸距我覺得在緊湊級別 這個 在我來說 我覺得它軸距也並不算太短 那對於空間部分 我們等一下慢慢聊到 那輪胎方面 其實我覺得它還是比較厚道的 一個馬牌輪胎往上面去裝就完事了 而且整個輪圈的一個款式 我覺得還是蠻漂亮的 那因此在整一個外觀層面 我覺得這台截圖大勝的REDM 我覺得還確實是蠻漂亮的 那來到了車側面的話 其實能夠看到它整體的一個 腰線的設計 我覺得還是比較凌厲的 特別是在ABCD柱這一塊 它整體的一個線條 處理的我覺得還是比較犀利的 而且那種隱藏式的車頂的設計 其實在最近這兩年都很少看到 那這種設計在前幾年還是比較流行的 而且能夠看到在尾部方面 其實它整體的設計 都是往這種年輕化去走的 上方有個尾翼 下面有擴散器 那整個尾燈方面的設計手法 都是在配合這種比較犀利的手法 因此在整個大外觀上面 我覺得還是蠻漂亮的 你覺得呢 好那進入到車內的話 我覺得整體的內飾的設計 觀感層面確實還是蠻顛覆的 因為這種T字型的布局 首先就能夠讓你的視覺 看起來整台車是比較的寬敞的 那而且呢其實在配置方面呢 略微的看一下 我就知道它的配置是並不低的 例如說我的視野正前方 有一個碩大的HUD的屏幕 那麼在主駕駛位的屏幕這塊 它其實呢尺寸並不算太大 那它只是為了能夠去顯示到一些 行車當中一些必要的信息 很多的一些功能都整合到這個 中間這一塊碩大的屏幕上面去了 那在車機後聯這一塊呢 其實中國品牌的一直做的都算是蠻不錯的 那在大勝這裡呢其實呢 你可以在上面去找到很多不同的應用 真的是太多了 微信這些都是小事啊 那在上面呢 還有可以去看電影啊 甚至是玩遊戲 因為它集成了很多的應用 你都可以在上面去找到 所以我說我覺得現在 如果要買新的原車的話 中國品牌車機做的真的是好的 不只是一心半點 那在用料這一塊 其實呢整體用料我覺得還是蠻棒的 那特別是中共台上方這裡呢 有一些紋路的一些彈速的工藝去點綴 那同時呢在中間這一塊呢 它是使用上一個懸浮式中共台的設計 看著我覺得就挺帶勁的 特別是女士的話呢 平時開車啊 那些包包啊高跟鞋都可以往這上面換裝了之後呢 往這一放就很方便對吧 而且呢它還支持一個無線充電 還帶了一個斜度 因此呢不管是怎樣的路況去開車 你的手機拍車也都不會掉的 那我覺得它是蠻實用的 那除此之外呢還有全景天窗 所以說在整體的設計以及觀感配色 科技這塊我覺得做的確實還蠻行的 那接下來我們去後排去點一下它的空間表現 那前面呢也說到它的軸距達到了2720毫米 那在緊湊JSUV這個級別裡面 這個軸距其實並不少了 因此呢它的後排的空間 我覺得我真的還算可以的 因為前面呢是我調好的駕駛的坐姿 那我1米76的身高其實我不會覺得我的人有太多的壓抑 那一來是腿部空間是完全足夠的 二來就是頭部空間比較寬敞 那加上它有這個全景天窗的緣距 其實呢坐在後排來說呢 整體的看氧感也比較好 那在乘坐的提感後說乘坐帶這塊呢 坐的也還行 因為它的坐墊的長度呢是比較的長的 那我覺得稍微有點美中不足 就是這個靠邊呢可能有點直 如果能夠坐的比較淡一點我覺得就更加厚了 而且呢它的頭枕這一塊其實呢 兩邊都是自帶稍微有點夾緊那種感覺 所以做的確實也還行 那在後排這一塊呢 除了能夠看到有空調出風口 USB充電口 以及220伏的電源接口 所以說在充電這塊呢 你是完全不需要擔心的 那220伏的充電接口的話呢 那平時呢出去玩的釣魚錄影呢 我覺得也確實是蠻實用的 那整體來說呢空間表現就是這樣子 好那在動力系統這一塊呢 由於它是一個系列原版本 因此呢它的動力系統的組成呢 是一個1.5T的發動機 搭配三檔DHP變速箱 其後雙電機的那麼一個動力系統 那可以輸出的馬力 綜合系統功率已經達到了326馬力 所以說這個馬力的水平呢 我覺得還是蠻厲害的 那值得意義就是它在充電方面 做的確實還是蠻強 因為它在電池組這一塊 用上呢是一個固態電池的技術 因此呢充電 特別是在快充狀態下面 15到30分鐘就能夠充滿了 那在整一個充電效率這塊 我覺得做的確實還是蠻厲害的 那純電的新生里程 能夠做到100公里 我確實還是蠻不錯 因為你看我比亞迪的DMI的話呢 也只不過是80公里 這麼一個存電的一個新生里程 那100公里的話呢 在這個級別裡面確實做的還算蠻不錯的 那好了那前後說了那麼多 我們今天的燙管就到此為主了 那更多關於車長方面的消息報導 大家一定要持續的關注我們 因為將在明天我們愛車兵團的四大主持人 都會全面的出擊 給大家帶來最完善的廣州車長的新車報導